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9月30号周四 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天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经济生命即将到期的最后一天 那么在今天下午美东时间7点钟 拜登正式签署了延续美国经济生命的一个拨款法案 帮美国的经济生命延续到2021年12月3号为止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巴基稍后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那么另外呢,关于最近这两周 特别是最近这5到7天以来 美国的10年期美债税率突然是从1.28%跳升到1.57% 短短的10天的时间 目前美债税率已经是跳涨了超过0.3% 到底是什么行情呢 对于美国现在买房卖房贷款等等情况呢 会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呢 那么未来美联储也是表态了2022年 肯定会有两次或者是以上的加息 到底是现在买房还是未来等一等再买房呢 巴基进一步结合最近这样一个美债危机 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 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有生活在南加州北加州的 德州佛州都可以积极联系巴基 咨询买房卖房贷款的相关事宜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巴基的朋友 欢迎积极订阅巴基的油管会议视频 给巴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赶紧来看当地时间 2021年9月30号周四 美东时间下午的七八点钟 在白宫美国总统拜登 正式签署了美国参专院 达成一致的临时政府财政拨款法案 把政府的经济生命政府运作延续到2021年12月3号为止 而目前整个的投票建议已经正式公布 结果美国参院是65票赞成 35票反对 通过了这项表决议案 在美国众院目前是254票赞成 175票反对 也是双双的通过了这项议案 那么按照目前的消息 拜登已经正式签署了该法案并且是付诸实施 美国可以说暂时歇歇缓缓这口气 那么这口气 未来即将是在2021年10月18号 也会有面临另外一次大考 因为目前美国政府的可以举债的上限 已经是被特朗普时期限定在28.4万亿美元 虽然美国财政部已经运用了特别拨款法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经济手段 把目前美国债务上限基本上接近到29万亿的 非常之高的上限 那么必须是在2021年10月18号之前 美国参政委员必须进一步的投票 三分之二的议员要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表决同意 要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 或者是取消掉美国债务上限 或者是暂停掉美国的债务上限 那么潜台词就是说 美国还要继续举债 大规模举债 以确保美国国内经济 国内的民生发展 包括等等这些政策性的危机 像新冠疫情病毒 还是在美国不停的蔓延 每天干人数 也是名列全球前忙 那么未来呢 美国政府还将要拨款给予来自阿富汗的难民 给他们提供相关的财政补贴 要进行安置他们这些难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本次反应当中呢也拨款了286亿美元用于各州的向一些飓风和病毒袭击以后的灾难恢复重建 虽然目前已经美国国会美国政府联邦层面成功避免了停摆 但是下一个大考就是在10月18号 那么接下来再看下一条消息 目前来自美国财长尤伦他表示到我们应该取消美国的举债的上限 这也就是说作为美国的财长掌握美国政府的钱袋子的人 他居然表示不应该给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设定这样一个特定的举债上限 应该是继续扩大他的举债规模以后恢复目前美国脆弱的经济 那么大家想一想 经过美联储从3.5万亿这样一个资产税表扩展到目前将近8万亿美元 妥妥的是增加了将近5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产税表 那么对于民间的这样一个资本放水呢 远远的是按照几何倍数的放荡 大概是有超过15到20万亿的资金已经是被彻底的释放被激活出来 那么目前美国的房价呢 从去年到今年也是涨了某些地区超过50% 平均美国房价涨了超过30% 那么如果进一步的取消美国举债的上限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将会进一步的发债印钱 给美国基本上再次来一个第四轮纾困刺激法案 那么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美国政府美国财政部美国美联储都进一步的产开水 进一步的继续放下去的话 那么这波推高资产价格的水龙头没有进行关紧的话 很可能下一波2022到2023很可能也会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 那么未来如果美联储加息和通胀进一步的双管齐下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很可能也会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美国正式避免了在明天 在今天晚上午夜即将到期的美国债务违约 那么标准破坏 评级机构也是进一步的阐明了他们的立场 目前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特别的地位 就算是美国如果他的债务违约 那么也会立即下调他们的评级 从AA下调到D级 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下调到垃圾级 好这以上今天的第一个消息 那么来看第二个消息目前整个加州这样的一个第二轮 荆州苏根四季法案已经得到正式的拨款 并且是付诸实施 那么很多生活在加州的朋友们已经收到了来自政府的第一轮和第二轮的 1200或者是600或者是600加5001100美元相关的财政补贴 那么目前按照加州的计划 目前从10月5号开始进行邮寄这样一个支票 那么在这之前都是通过这样一个银行直接退出到你们的银行账户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登记过银行账户 也不用着急 10月5号开始将会邮寄到你们的退税地址 大家耐心等待即可 好那么以上是来自这样一个加州刺激反案相关的发放消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从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来看 美国十年期美债收入率从最低的不到1.28% 短短的不到10个交易日已经篡升到最高的1.58% 截止2021年9月30号升盘 美国十年期美债收入率目前是报价1.50% 比之前已经是升高了将近是0.3% 那么来看一下最近这样一个贷款利率 根据美国平均的联邦基准查收入贷款利率 大家可以看到双方截图 30年期贷款是3.15% 是今天的价格 那么昨天是3.16% 那么15年期贷款 今天是2.59% 那么昨天是2.60%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对比一下自己最近在咨询你们的贷款 agent的时候 能不能够拿到符合美国全联邦 平均的这样一个较低的贷款利率 那么目前按照八戒这边加州今天最低的 如果你们信用分在760分以上 最低可以拿到目前查收入贷款 大概是在2.75%左右 比之前的2.625% 大概是上涨了0.15%左右 就是30年期贷款 那么如果是不查收入贷款 在之前脸中的最低的时候 一度是触到了3.50%的 最低的这样一个不查收入贷款利率 也是今年有史以来最低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逐步的反弹到了3.75% 那么未来随着这样一个美债10年期税率 随着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越演越烈的话 那么如果10年期美债税率 像全程时间跳升到1.70% 甚至是冲破1.8% 那么应声的各个方面的借贷成本 都会进一步的跳涨 0.3%到0.5% 那么大家很可能就会离有史以来最低的融资成本 有史以来最低的房贷利率越离越远 那么未来大家如果想要买房的话 很可能也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房贷利率只要上涨0.5% 你们这样一个购房贷款额度 就会锐减大概是5%左右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对于你们实际的贷款能力 购买力是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很多小伙伴也是在等待 如果说美联储未来有脸到三次 这样一个加息榜利率提升到2%的话 那么整个的房贷利率很可能就要接近 查收入都要接近在4% 不知道什么 可能就要在5%到5.5% 那么那个时候房价会不会一定下跌5% 甚至10%呢 那么从过去百年历史来看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向相关的情况存在 也就是说并不一定美国这样一个利率上升 房价一定会下跌5%到10% 这基本上没有存在一个必要的联系在这里 所以大家如果属于刚需群体的话 如果是这样一个还在租房租金呈现不停的上涨的情况之下 八戒建议各位朋友们 目前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融资成本 让你们每个月的月购都远远低于你们租金情况之下 是时候目前购入你们的梦想的第一套房屋 那么未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帮助你们获得一条龙的贷款 买房卖房 所有的都在八戒这边完成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用像踢皮球一样 一个踢给这个 这个踢给那个 好 那么以上呢 就今天八戒给大家介绍的整个全部内容 有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评论关注 有油管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